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爱多美的伙伴 大家早安 说实话我真的现在非常的紧张 大家有吃饱吗 昨晚睡得好吗 我坦白说我睡得不好 上台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再一次听到 涂涵级董事长跟李宗盛讲的话 又让我兴奋了一整晚睡不着 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畢姓沈 名 婷语 然后我已婚 今年27岁 并且有两个小孩 一个六岁 一个三岁 我为什么要详细介绍我自己 因为我希望有一些人 跟我有相同状况的人 我希望我可以给你们勇气 给你们力量 然后让你们在爱多美是 很多人是陪伴着你前进的 当初我会加入爱多美呢 是我的介绍人 他是我的一个亲戚 他跟我说 我这里有保养品很不错 你来体验看看 我体验过后 真的 我觉得好不错 结果刚好当天晚上 又有中心的课程 我听了中心的课程 听完之后我就觉得 哇 爱多美很棒 我没有把它当成直销过 从来没有 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直销 我不知道什么叫直销 所以我很单纯 我只是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台 让我加入会员 我就可以购买东西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买的人 结果后来发现 诶 我有点数出来了 我就详细地去问我的介绍人 他就跟我讲得更详细 爱多美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结果刚好隔天又有一日研讨会 我就去了一日研讨会 听完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的 为什么 在我们外面的任何的工作 或者是企业里面 我们不敢把我们的功夫交给别人 那些都是我们的竞争者 我教会了他 他会不会来跟我竞争 会 所以我看到爱多美的时候 我觉得好开心 为什么 我把我所有学的 会的 我交给我伙伴 我不用尝试 他厉害了 是不是可以帮助到我 对 那我有沒有帮助到他 有 因为我帮助他 让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 在我的经济能力有限的这个方面 我还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在我经济上是不允许帮其他的人的 可是很多人会有一个误会 我们尽孝道 要钱 我们做善事 要钱 真的所有事情是用钱来解决的吗 不尽然 回家跟我的父母说一声我爱你 我的小孩我爱你 我的老公我爱你 其实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钱也是很大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伙伴 不一定要给他一分一好的钱 但是我们帮助他 在事业上的成功 在金钱上的自由 在他的精神上的开放 我真的觉得我帮助他好多 真的 然后有一天 我看了李生渊博士 我是一个很疯狂爱多美的会员 我看了他写了一篇 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事 因为我觉得我身上销售之后 我有责任了 我必须要做一个领导的风范出来 然后我就看了李生渊博士讲的 教学相长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我不会因为我现在是销售大师而致满 我想要把我学到更多的交给我的伙伴 而我的伙伴也同时教会了我很多的事情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领导者 我也希望我的伙伴可以教育我 什么是真正的领导者 所以我在我伙伴身上是有学到东西的 然后我也从我很多的上线群也学到很多东西 不管是星光也好 钻石 还是销售大师跟我同等级的 或者是什么 玫瑰 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甚至有的刚加入爱多美 我会一一的去递名片 去跟他们聊天 为什么 唯独我了解他们的产业 我之后碰到其他如果有相同产业的人 我是不是可以讲到他的重点 对不对 我是身兼素质的一个家庭主妇 然后我另外一个兼职是新娘秘书 但是我做新娘秘书 我了解新娘秘书的痛点在哪里 但是我没有做过防众 我不知道防众业者的痛点在哪里 或者是说其他像一些上班族 他的痛点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我要跟其他很多的人去认识 这都是我现在在所学的东西 然后我会 我觉得我的上线伙伴真的很棒 他教会我很多事 他跟我讲 婷语 你学会了就要教 你得到了就要给 吃比受更有福 我有感受到了 我觉得我最近很lucky 我越来越幸运 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我这辈子这么幸运过 为什么 因为我有太多爱我的伙伴了 真的 我觉得不管是 因为我都在南部 南部的每一所中心 我很谢谢你们 很谢谢你们这些中心 你们 真的是无师 在教导我 我是所属巨蛋 但是我会去喜乐多 我会去中山 我会去各处的中心去学习 我们没有的东西 因为我们遇到的人不止一种 是不是 一种米养百种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去教育更多不同的人 然后很多人都说 婷语你是新秘啊 你要做爱多美很简单 我说我是新秘 但是我不是美容师 那为什么我可以把保养品卖得很好 因为我有学习 我很认真的在学习 只要中心有课程 我一定到 别的中心的课程 如果我有空我也一定到 然后一日研讨会 我一定到 成功学院 我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 我只缺席一次 我每次都到 为什么 其实成功学院对我来讲很重要 它对我来讲不是课程 是心理疗程 它给了我勇气 给了我力量 让我可以在这里发光发热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有一天我会备受重视站在这个讲台上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 我做到了 我真的做到了 所以 一个默默无名的我 都做得到 你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然后 然后 再来我要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我怎么经营爱多美的 其实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我经营爱多美呢 其实很简单 我是照着董事长说的话去做 先试试看 用用看 再来就是做做看 我是这样子分享给我的朋友的 我朋友只要有需要 我不会叫他跟我们买产品 我跟他讲 你先用用看 好用 我们再来谈 家会员 买东西 这一件事情 对 然后 再来 我 太紧张了 有点忘了 我是跟着这三个步骤走的 然后再来 我会很认真的去辅导我的伙伴 我的伙伴住得离我很远 都没有究竟的 车程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但是只要他有需要 即使只是一个伙伴 我也会开车到他家去辅导他 我希望 爱多美 我是做 不是做没有 这是人家台语讲的 是你做还是做 一个是做着的做 一个是行动力的做 你是选择哪一个做 是不是 这值得我们去 省思一下的 然后 昨天 李生月博士讲的三个要点 我也觉得 温暖的心 我们要有温暖的心 才有办法去带领伙伴 他才会有心想要跟着你 第二个我们要冷静的头脑 为什么 我们冷静的头脑才能分析 这一家公司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经营的 再来第三点 就是你要有勤快的手脚 不敢说 我比任何人勤快 我们巨蛋里常常说的一句话 叫做鸡叫做到鬼叫 鸡叫的意思就是 早上那个公鸡会提嘛 对不对 晚上是那个鬼出没的时间嘛 所以我每天都是从八九点出门 到那个凌晨十一二点才到家的 然后我想跟你们讲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梦想 写下来做一个大海报 贴在你的床头前面 每天醒来提醒着你自己 我要朝着我的梦想前进 我的梦想一步一步接近了 然后 我会对自己精神喊话 如果你们可以像我这样疯狂 也可以试着做做看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 谢谢大家